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在使用A醇的过程中 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把它跟其他的有效成分搭配在一起 今天就直接一支视频总结给大家 感兴趣的话就请看下去吧 先来说第一个成分 烟纤胺 这是被问到最多的一个 烟纤胺本身在中性环境中最为稳定 而A醇也是 所以这两个成分在配方上面并不冲突 低浓度的烟纤胺比如说2%左右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 这样正好可以中和A醇 有可能带来的一些皮肤屏障受损的问题 从功能上也是非常互补的 所以你在很多A醇产品里边 就可以看到少量烟纤胺的添加 我用过的产品里面 比如说Schematica 醉相 CeraVe Olay 科研室等等 添加的浓度一般也都是比较低的 但如果是另外叠加一个烟纤胺精华 市面上出售的这些单独的烟纤胺精华 往往浓度会更高 比如说5% 10% 甚至最高有20% 高浓度的烟纤胺精华 也有可能造成皮肤屏障受损 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跟A醇去叠加 那烂脸的风险就会大大的上升 所以今天如果你跟我说 你是想把两个低浓度的产品 比如说0.1%的A醇 和5%的烟纤胺叠加在一起 那应该问题不大 但如果说你今天使用的这两个精华里边 有一个是高浓度 比如说有1%的A醇 或者说一个20% 那这种情况下 我就不建议你再叠加另外一个精华上去了 不管它的浓度是高是低 如果很希望同时使用这两种精华的话 那建议你可以分早晚或者是晚上轮流来用 但一切都要以不造成皮肤红肿热痛等炎症反应为准 另外就是大家叠加 肯定还是希望能获得更好更全面的效果 但是A醇本身的功能就已经非常全面了 除了低浓度烟纤的一个修复屏障的作用 其他的功能A醇基本上都可以办到 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 长期坚持使用A醇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 所以执着欲叠加的朋友可以适当的给脸减减负 再来说一下维C 这个会更加复杂一点 先说一下圆形维C 也就是左旋抗坏血酸 这个成分是需要比较酸的环境来维持它的稳定性和吸收的 而A醇前面也提了 它是在比较中性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所以这两个成分的产品不要叠加在一起来用 否则会降低各自的功效 再来就是维C的衍生物 整体上来说这类的成分就更百搭一点 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一期视频 去介绍不同的维C衍生物的一些特点 基本上来说还是在比较中性的环境中配置就可以了 所以跟A醇也是更加的适合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A加C B加C的组合 你去看它的成分表 都是使用了维C衍生物 如果说你手里也有一个维C精华 想要跟A醇搭配 那就请你看一下 纸底边的主要成分是维C衍生物还是圆形维C 但有些产品是添加了圆形维C 也有维C衍生物的 这个时候你最好是能检测一下它的pH值 但话又说回来 个人还是更推荐早C晚A这种搭配 早上在防晒前使用维C 可以让它抵御紫外线有可能带来的自由基损伤 而晚上使用A醇又可以达到一个全面抗老 叠加一是有可能搭不好造成浪费 二我觉得必要性没有那么大 相信很多看我视频的朋友 都跟我是一样的这种混油容易长痘的皮肤 酸类这种成分对你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就是AHABHA 也就是果酸和水氧酸 我视频里边之前介绍过比较多的是水氧酸 它本身是可以减少油脂的分泌抑制炎症 帮助肺臼角质的代谢 所以是可以改善黑头和痘痘的问题的 从配方上来说 酸类的pH肯定是低的 跟A醇就完全没有办法搭在一起 从功能上来讲 酸类能带来到护肤效果A醇也都有 甚至是更加的全面 如果说你非常希望把这两种成分同时放到脸上 那就分区 水氧酸就只怼鼻子去让它主攻黑头就行了 但我个人觉得必要性不大 因为A醇对于我黑头的改善也是非常显著的 那它们俩能不能轮流来用呢 答案是可以 但是也要看浓度 如果是双低浓度 那问题也不大 但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是高浓度 你就要格外的留心 第一种情况就是你使用比较高浓度的A醇 比如说1% 在刚开始使用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一周不要超过三次 那其余的这几个夜晚能不能用酸类呢 千万不要 因为这几个晚上是留给你的皮肤进行修复的 即便是很低浓度的酸 也不要在这个时候来用 第二就是高浓度的酸类 假如说你每个月会使用一次20%的果酸 那建议你在使用果酸的前后几天 都不要使用A醇产品 即便是低浓度的也一样 当然了每个人的肤质肯定是不一样的 以什么为准呢 以不造成皮肤红肿热痛的炎症表现为准 一旦不小心造成了这样的情况 就要立刻停用这两种成分 使用一些成分单纯的保湿产品 进行一个过渡就可以了 下面一个是保湿产品 这个也要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完全不含水分的 只具有封闭性的产品 最常见的就是凡士林 它也是我认为最最安全的 可以和A醇产品叠加在一起的保湿产品 推荐颈再容易干燥的去 比如说眼下局部点按即可 另外一种就是像乳液乳霜这种 本身含水就比较多 有可能造成角质层含水量上升 这就有可能增加A醇的吸收 也就更容易出现皮肤发炎发红的刺激现象 有两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种就是你是新手 不管你用高浓度还是低浓度 我建议你初期还是先干手干脸来用 等你适应以后再来考虑要不要叠加保湿产品 第二种就是你用的是高浓度 本身就已经非常容易造成发炎发红的刺激现象 这时候也不要贸然叠加保湿产品 还有一种用法就是你先上保湿产品 然后等它干一干 过个一刻钟或者是半小时再来上A醇 我之前有一期视频专门聊了脱皮干燥之间的联系 也告诉大家如何识别危险信号 但整体上来说 A醇确实有可能造成皮肤干燥 而A醇产品本身也会放很多保湿润肤的成分在里边 我目前尝试过的这些A醇产品都是这样的 所以除非你本身就是非常干的皮肤 中性皮偏油的肌肤我认为只用一个A醇产品就已经足够了 周围环境的湿度比保湿产品更加的重要 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 能不能跟A醇产品搭配在一起来拥有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pH是否搭配 第二就是是否会增加刺激的风险 另外就是A醇本身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如果你希望多一些修复功能 那就选择一款含有烟纤 以及神经纤烟等修复成分的A醇产品 如果说你希望多增添一些抗氧化的功能 那就在早上使用防晒前多加一个维C精华即可 如果你是干皮希望它更加的保湿 那就选择一个保湿功能更强的A醇产品即可 尽量一瓶搞定 这样可以保证在配方上不会冲突 想知道不同产品特点的朋友 也可以去翻一翻我之前的视频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